大家好,欢迎收看老陈频道,喜欢老陈讲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下吧。 今天分享的是 美丽女老师邀请我去她家帮忙,结果我没忍住犯错了。 晚上九点钟,我刚把女儿哄睡,就收到女儿的舞蹈老师芳芳发来的短信。 东东爸爸,在吗?不好意思打扰了,我家水管坏了,想麻烦你来看一下,可以吗? 我一个人在家,水管一直漏水,我不知道怎么办,芳芳是一位单亲妈妈,就住在我们楼下。 一米六左右的身高,小巧玲珑,很温柔,气质也很好,漂亮幼稚性。 因为住在上下楼,大家也都很熟,经常会帮我带东东去上学。 他深夜求助,当然不能不管,于是我回复道,不好意思老师,刚才哄东东睡觉呢。 水管是哪里坏了,你最好拍个视频我看一下,才知道能不能修。 叮,信息刚发过去,芳芳老师就发来了一条视频,是洗手台下面的水龙头,一直在滴水。 视频的结尾,镜头一转,就看到芳芳的身影出现在正对洗手台的镜子中。 镜子里芳芳就穿着一件搏纱吊带裙,因为弯着腰,大片的雪白,以及诱人的线条,一览无余地展现在镜中。 作为一个中年男士,这样的画面,让我本能地心头一颤。 叮,铃铃,正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老师竟然打来了视频电话,这让我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许多。 深吸一口气,接通了电话。 东东爸爸,你好。 视频拍不清,我再给你拍一下,你要看清楚哦。 不等我说话,芳芳老师一边说,一边弯腰移动镜头。 可是,我的注意力,全部都在镜子上。 这一次,我看得很清楚,不愧是舞蹈老师,体型接近完美,一丝坠肉都没有,看得我一阵冒火。 东东爸爸,看清楚了吗? 咳,那个我,看清楚了。 是呀,一直在漏水,急死了。 东东爸爸,你能来帮我吗? 我真的好害怕。 说着话,镜头转回前置摄像头,芳芳老师好像刚洗了澡。 湿漏漏的长发,披散在雪白的肩膀上,清澈的水珠,顺着光滑的香肩向下流去。 好,你别急,我马上就过去。 太好了,那你快点来,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总觉得,今晚芳芳老师的声音,特别的温柔娇嫩,酥到了骨子里。 挂断了电话之后,香艳的画面,仍是挥之不去。 实不相瞒,对于芳芳老师,我也很有好感。 我老婆是典型的女强人,在家很强势,而且经常出差。 自从结婚后,从未体会过什么叫温柔。 所以,对于芳芳老师这种温柔矜持的女人,我向来没有什么抵抗力。 一边胡思乱想着,我一边收拾了一下,关好门就下楼了。 途中,芳芳老师发了一条信息,给你留了门,直接进来就好。 看完信息,我也来到了楼下。 果然,大门开着一条缝,忐忑地吸了一口气,顺手把门关上了。 卫生间亮着灯,芳芳老师正被对着门,弯着腰叉看水龙头。 哎呀,东东爸爸你来了,不好意思啊,察觉到我来了,芳芳老师很开心。 不过,她也意识到刚才的姿势不太好,圆润的脸上,爬上了一抹红韵,害羞地低下了头。 然而,当她转过身来之后,我就可以确定,她真的只穿了一件轻薄的吊带裙。 我觉得,浑身的血液都要沸腾起来了。 察觉到我的失态,芳芳老师一脸担心,问道,东东爸爸,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吗? 没,没事,尴尬地摇了摇头,我急忙避开目光。 哪里呀,你都出汗了,不会是发烧了吧? 说着话,芳芳老师走过来,一边点起脚,一边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手心的温热,让我如遭雷击,一时间,僵在了那里。 咦,真的有点烫呀。 东东爸爸,你真的没事吗? 近在咫尺,芳芳老师吐气如蓝,温热的气息,带着几分甘甜。 让我一阵口干舌燥,心源一码之际,身体也逐渐有了反应。 不行,这是一个好女孩,温柔体贴,我不能害了人家。 老师的关心,让我心源一码的同时,心中也涌出了一抹良知。 人家深夜求助,是对我的信任,贴上来,也是担心我生病。 人家是在关心我,我在想什么? 简直是禽兽。 可,芳芳老师,我真的没事,来,我看一下水龙头,于是虎,我轻轻地推开了它,立刻蹲下身子,去查看水龙头。 吐! 谁知道,一个不小心,一大股清水,喷了我和芳芳老师一身。 呀,芳芳老师也吓得花蓉失色,沾了水的吊带裙,这一下,完全贴合在了身上。 若隐若现的朦胧,最为致命。 于是虎,我连看也不敢再看一眼,急忙按住水龙头。 咚咚,爸爸,不好意思啊,你衣服都弄湿了,我帮你脱了吧,不然会感冒的。 说着话,芳芳老师从背后环抱住我,开始截我衬衫的口子。 因为胳膊不够长,所以,它只能整个人趴在我背上。 心中的良知,瞬间被欲望吞噬。 下一秒,鬼使神差一般,抓住了芳芳老师细腻的小手。 噗! 然而,一松手,水龙头里又喷出了一股冷水,恰好喷了我一脸。 刹那间,浇灭了心中的烈焰,也让我无比地清醒起来。 噗! 吞了口唾液,我一边挣脱它,一边开口道,芳芳老师,对不起,好,好像是水龙头松了,拧紧就好了。 言语间,我将水龙头拧紧,又重新打开阀门,果然,不再漏水了。 案子松了一口气,抹了把脸上的水,开口道,芳芳老师,好了,你看下,现在不漏水了。 咚咚爸爸,你真的,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吗? 然而,当我转头看过去的时候,才发现,芳芳老师正含情默默地盯着我。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我见油脸。 顾,这一下,我整个人都骂了。 不会吧? 这怎么可能? 康哥,我喜欢你,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被你吸引了。 深情地说着,芳芳老师走了过来,点起脚,慢慢地缓住我的脖子,主动凑上了红唇。 哄,难以抗拒的诱惑,再一次吞噬了理智。 我一把搂住了它,深深地吻了下去。 叮铃铃,陡然,清脆的手机铃声响起,吓得我一哆嗦,立刻拿出了手机。 定睛一看,竟然是我老婆打来的电话。 哎呀,别管它,推了我一把,芳芳老师热情如火。 等一下,可是,我却摇头道,芳芳老师,对,对不起,刚才是我太冲动了,对不起。 接连致歉的同时,我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一口气跑回家。 关上门,平复了一下呼吸之后,才接通了电话,敷衍着说刚才在洗澡。 我明天下午三点的飞机,你安排一下时间,到时候准时来接我。 下午三点。 老婆,我可能去不了,因为,下午三点我要开会,这个会很重要,你那个破公司,加上宝洁还不足十个人,开个会能有多重要。 早就说让你把公司关了,在家专心带孩子,一年又赚不了几个钱,开着干什么。 好了,对于这一种埋怨的唠叨,我早已受够了,不等他说完,立刻大吼道,去,我去还不行吗? 你吼什么吼?难道我说错了?本事不大,脾气还不小。 你要干什么呀你? 怎么了?又不说话了? 行,等我回去再说,明天你准时一点。 电话挂断的那一刻,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清净了。 受够了?这一种日子,真的受够了。 老婆确实有能力,可是我也不差,经营的公司,一年一二百万的收入,凭什么受这种窝囊气? 一念及词,我的脑子里,又浮现出方方老师的模样。 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特别是那一双寒情默默的双眼,让人难以自拔。 这一刻,我恨不得立刻冲下楼,把刚才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大不了离婚。 可惜,最终我还是怂了。 当晚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满脑子都是方方老师。 第二天,方方老师一如既往地在楼下等我们。 相比晚上,她白天穿得很保守。 圆领的体恤,包裹着一抹丰润的龙旗,紧身的牛仔裤,衬托出了风雨紧致的双腿。 方方老师早上好,东东早上好,东东爸爸早上好。 在我愣神之际,女儿热情地打了个招呼,方方老师也落落大方地笑了起来。 昨晚的事情,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 冲我笑了笑,方方老师说了句再见,拉着东东上学去了。 也许真的是太空虚了,来到公司之后,我的脑袋里,全是方方老师,挥之不去。 丁,东东爸爸,昨晚水龙头没有修好爱,你今晚再帮我修一下呗。 正当我努力抛开这些,认真工作的时候,方方老师又发来了一条信息。 末了,还配了一个修皮的表情。 这一刻,我陷入了沉思之中。 我和方方老师之间,只差捅破窗户纸了。 如果不是老婆要回来,也许,我今晚真的会去捅破窗户纸。 可是,现在不行了。 哎呦,这谁啊? 皇帝你发这种视频,这不明显撩你吗? 泽泽,身材真不错啊,昨晚。 昨晚你们干什么了? 可以啊,康哥,平时装得挺正经,没想到偷偷养了金丝雀。 正想着,好哥们,勤浪凑了过来,而且,点开了昨晚的视频,看得他兴奋不已。 这家伙是个风流种,哪怕结了婚,也是阴阴艳艳不断,这种事,他是最喜欢的了。 我一把抢过手机,不满道,别闹,这是我女儿的舞蹈老师,昨晚水龙头坏了。 呦,一看我这么紧张,琴浪立刻坏笑了起来,嘟囔道,舞蹈老师。 康哥,你这口味可以啊。 我推了他一把,不满地说道,你小子,也该收敛收敛了,不然,早晚要栽倒在女人手上。 嘿,这你就不懂了吧。 俗话说得好,牡丹花吓死做鬼也风流。 哥们,我这辈子,如果真能死在女人身上,那也算值了。 无奈地摇了摇头,我也不再搭理他。 自小一起长大的哥们,这家伙从小浪到大,他什么德行,我最清楚不过。 考虑了一下,我给芳芳老师回了个信息,说我老婆今天回来,去不了,让她找修理工去修。 说完,就把聊天记录也删了。 接下来一上午,芳芳老师也没再找我,而我也逐渐进入了工作状态。 浪哥,你吃过饭去取十万现金,下午表彰大会,奖金以现金形式发放。 行,表彰大会你带我出席,我要去接你嫂子。 行,一看她只顾玩手机,头也不抬,我立刻不瞒道,你压干嘛呢? 又上班时间聊妹,听到我说话了吗? 听到了,下午取十万现金,你去接嫂子,我出席表彰大会吗? 秦浪才抬起头,不太正经地说道,哥们浪归浪,哥们也分得轻轻重,你放心去伺候嫂子吧。 俗话说得好,小别胜新婚,你可悠着点。 浪哥是真浪,我也懒得搭理他。 准备了一下手头的工作,也就该去接老婆了。 浪哥说得也不错,小别胜新婚,接到老婆之后,他没有追究昨晚的事情。 而是神秘兮兮地说,从国外带了点好东西,要让我回家试一试。 回家之后才知道,是一种特效药剂,而且是女性专用药剂。 平日里,老婆高冷强势,可是,一到了床上,她就像变了一个人。 说实话,我真有些期待,她吃了药剂之后,又会是什么状态。 还别说,这药剂是真猛,一直折腾到筋疲力尽,她才心满意足地睡去,休息了一下,才想起手机还在包里,也不知道表彰大会怎么样了。 嗡嗡嗡,当我拿过皮包的时候,手机正在剧烈地震动着,拿起来一看,是秘书小王打来的电话。 小王,怎么样?表彰大会顺利吧。 康,康总,你总算接电话了,你再不接电话,我就报警了。 报什么警啊? 怎么了?下午的表彰大会,你们怎么没出席啊? 而且,打你们的电话,全都没人接。 嗯,愣了下,我说道,这是什么意思? 浪总呢? 我不是让他下午去取钱,带我出席吗? 不知道,浪总下午是去取钱了,可是,取了钱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哄,这句话,让我愣在了原地,请浪取了钱失联了。 这怎么可能?浪哥再怎么浪,也不会为了十万现金卷款跑路吧。 我不信,立刻给浪哥打去了电话,没人接,再打,没人接。 喂,康,康哥,第三次,终于接通了,请浪声音颤抖,还带着点哭腔。 康,你,怎么了,你在哪儿,这一下,我是真急了,直觉告诉我,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康,康哥,对不起,我没脸见人了,我就你这么一个兄弟,我死了之后,麻烦你替我照顾老婆孩子,下辈子抱打你。 嘟嘟嘟嘟,哭哭啼啼地说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浪哥挂断了电话。 我在打过去的时候,手机关机了,浪哥要寻死。 为什么? 好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人在哪儿? 电话里有风声,而且很空旷。 天台? 哪里的天台? 公司?顾不上那么多,我立刻冲出家门,一路连闯数个红灯,一口气跑到了公司楼下,冲下车抬头一看,果然,33楼的天台上,隐约坐着一个人。 天台的钥匙,是浪哥通过一个保安,偷偷配的,偶尔还带公司小职员上来找刺激。 没想到,他竟然真的在这里,可恶,吞了我十万,你在这碗自杀。 砰,光浪,当我一脚踹开大门的时候,浪哥正张开双臂,站在天台的边缘。 浪哥,冷静点,你干什么给我稳住啊? 这一下,真把我吓坏了,大喊道,浪哥,十万而已,哥们不是那么小气的人,你不至于吧。 你,你怎么来了? 回头看了我一眼,浪哥很意外,而后又内疚地摇头道,康哥,别过来,我真没脸见你了。 好,我不过去,吞了口唾液,我急忙停下脚步,开口道,浪哥,你,你最起码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吧? 钱丢了,还是你拿去干什么了? 没事,干什么了都不重要,十万而已,哥们承担得起。 先下来,你先下来好吧。 此时,浪哥就站在护栏上,而且,身子摇摇晃晃,随时都可能掉下去,我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个。 不,我该死,康哥,你别嫌晦气。 生无可恋的摇摇头,浪哥嘟囔道,麻烦给我收个诗,不然给我收诗的人都没有,秦浪。 你是傻子吗?给我闭嘴。 这一说,我当场就崩溃了,破口大骂道,滚下来。 你给我滚下来。 头脑一热,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一边骂,一边大步冲了过去。 别。 康哥,别逼我,啊。 一看我冲过来,浪哥也吓了一跳,脚下一滑,仰面倒了下去。 哇靠! 生死瞬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完全依靠旧人的意志,猛扑了上去。 幸好,扑得很及时,我抱住了浪哥的双脚,而之后,猛地把他拖回到护栏之内。 幸亏浪哥哥不高,人也瘦,满打满算,不足一百二十斤。 而我身高一米八级,平时酷爱健身,体重一百七。 啪! 缓过神来之后,我抽了他一个大嘴巴子,大骂道,傻帽,你疯了呀,会死人的知不知道。 哇,康哥对不起,我错了。 然而,浪哥挨了一巴掌之后,反而抱头痛哭了起来。 一阵嚎啕之后,浪哥把他手机递给我,让我看。 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条。 这是他和方方老师的聊天记录。 而且,雅人聊得很火热,下午还见了面。 平日里温柔矜持的方方老师,竟然这么好约,这是我没想到的事情。 而且,通过聊天记录来看,方方老师很主动。 说实话,这让我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 一把将手机扔回去,不满道,约了就约了吗? 这有什么大不了? 我承认,方方老师温柔贤惠,我是对他有好感。 可是,他又不是我老婆,你至于温柔个屁。 他就是个骗子。 然而,我还没说完,浪哥怒骂了起来, 之后才道出了真相。 下午一点多,他去酒店的路上,顺便取了钱,算时间,交流一番之后,刚好回来开会。 谁知道,事情进行到一半,一群人冲进了酒店房间, 说是方方老师的前夫。 二话不说,抓着他就是一顿胖走,而且,还逼着他拍了视频。 威胁他,不拿三万块钱,就把视频发给他老婆、同事。 哪怕知道被坑了,浪哥也只能认载,谁知道,去车里拿钱的时候,对方也跟了过来。 而且,发现他车里的十万现金,直接抢了过去。 这也就算了,拿到钱之后,那些人,还是把视频发给了他老婆。 因此,他老婆立刻就给他打电话,寻死密活闹离婚。 而且那十万,还是公司的钱,一来二去,这货就想不通,打算一死了之。 耸祸?早干什么去了?我早就劝你收连点,你不听。 现在知道没脸见人了,初老师就解决问题,死能解决问题吗? 训斥了一顿之后,他也冷静了下来,决定勇敢面对,我让他先回家找弟妹解释。 只不过,安顿了他之后,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首先,我觉得,方方老师不像是那种人。 其次,如果他是徒才,拿了钱之后,为什么还要发视频,把事情闹大? 回头想一下,浪哥在说这些的时候,目光躲闪,含糊其词,显然有问题。 难道浪哥没说实话? 考虑了一下,我决定,亲自找方方老师问清楚。 嗡嗡嗡,刚拿出手机,方方老师反而主动打来了电话。 康哥,我一个人好害怕,你能不能来找我? 电话一接通,方方老师带着哭腔说道, 秦浪他,他欺负我,我还在酒店,你能来陪我吗? 一个人在酒店,难道,浪哥真的骗了我? 我问他是怎么回事? 他不说,非让我去见他当面说。 半个小时之后,我敲响了酒店的房门。 康哥,你终于来了,进门之后,方方老师直接扑进了我怀里,抱着我痛哭起来。 康哥,你不要性情了,他不是个好东西。 他加我之后,说是你的小号,还约我见面,而且他,他还想QJ我,脱了我的衣服给我拍照, 一边哭,一边叙述着之前的事情。 嘶,一番哭诉之下,我只觉得一阵头皮发麻。 难怪,秦浪说没脸见我了,原来,他竟然干了这种事。 这么想的话,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秦浪的手机上,方方老师会那么主动了。 因为,方方老师以为,那是我的小号。 拿出手机仔细一看,果然,下午的时候,方方老师给我打了三个电话。 当时,我正跟老婆办事,并没有接到电话。 而之后,方方老师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向他前夫求助。 前夫及时赶到,把秦浪胖揍了一顿。 秦浪为了稀释宁人,主动把那十万交给了方方老师的前夫。 而方方老师的前夫,也是个浑人。 拿到钱之后,出而反而,逼着秦浪拍了视频,又发给了他老婆。 PJ,拍照,东窗事发。 难怪秦浪要寻死,这个蠢货,死了也活该。 亏我还拼了命救他,早知道是这样,就该让这蠢货跳楼。 我去弄他,怒火中烧,我疼得一下站了起来,这一刻,我杀了秦浪的心都有了。 不要,不要走。 一把抱住我,方方老师摇头道,康哥,你不要冲动,那个坏男人,不值得你做傻事。 反正,他老婆也知道了,一定不会饶了他,拼命抱着我,方方老师一个镜往我怀里钻。 而且,此时我才发现,方方老师的身上只有一条浴巾,湿漉漉的头发,散发着迷人的香气,雪白的香肩,因为害怕而轻微颤抖着。 康哥,你别走,我害怕,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楚楚可怜地望着我。 好了,没事了,我不走,你别怕,我实在于心不忍,轻轻地搂着他,柔声安慰了起来。 不过,心里还在盘算着,怎么找秦浪算这笔账。 康哥,你真好,正想着,一双玉璧划过胸膛,之后,搂住了我的脖子。 别,方方老师,我们不,好感归好感,可是,这是趁人之危,况且,这种事,我真的很忐忑。 不! 而且,不等我说什么,方方老师一把抱住我的头,之后,热情似火地稳住了我的嘴。 刹那间,我脑海中一片空白,一股难以抑制的热火,直冲头顶,下一秒,我一把抱住了方方老师。 孤男寡女,独处一室。 方方老师又是如此坦荡,热情如火,让我彻底泥湿。 砰! 可是,还不等我有什么动作,房门被人一脚踹开。 住手,给爷停下。 奶奶个熊,敢娱乐我老婆。 紧接着,三个标形大汉鱼贯而入,拉开方方老师之后,对着我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突如其来的一顿胖揍,给我打得七荤八素,抱头躺在了地上。 起来。 之后,一个光头把我拉了起来,冷笑道, 小子,你说吧,这是怎么解决? 睁开眼一看,方方老师又披上了浴巾。 一旁的二人,正拿着手机拍视频。 这阵势,让我头皮发麻,惊恐道, 你,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要干什么? 怕,抬手一个嘴巴子抽在我脸上,光头大骂道,嗯,还跟我装饰吧。 你说我干什么? 立刻拿十万过来,不然,我就把这视频发给你老婆和同事。 行,今天我认在。 愤恨地点点头,我一边拿出手机装作要给钱,一边开口道, 这么说,之前浪哥也是被你们这么坑了。 哈哈哈哈,是又怎么样? 一看我认怂了,光头大笑道, 要怪就怪你太傻,那小子都被坑了,你竟然还敢来。 好,你承认就好。 点头一笑,我拿起手机冲光头晃了晃,开口道,浪哥,你都听到了吧? 快进来,那你,你在打电话。 定睛一看,我手机竟然是通话界面,光头大惊失色, 立刻冲过来抢我的手机。 什么?我去你奶奶熊的吧? 然而,光头小看了我,不等他冲过来,我一拳砸在他脸上。 砰的一声,光头被我砸翻在地。 正在拍视频的小青年,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冲了上去。 砰砰又两拳,又快又准又狠,两人也跟着栽倒在地上。 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不止酷爱健身, 而且,从小学习拳击,散打。 就这么三个人,还不够我色牙缝的呢。 啊,待三人倒地之后,方方老师吓得花容失色,转身就要跑。 桃,想得美,我一步冲过去,抓住他的头发,按在了地上。 哎呀,康哥你干嘛呀,弄疼我了。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方方老师还真会演,转眼间,又对我撒起了娇。 这让我很无语,立刻大骂道,女人,事到如今,你还跟我装。 哎呀,康哥你说什么呀,忧愿地看着我。 方方老师撒娇道,他,他是我前夫,我,我也不知道他还没走。 康哥,你真的好厉害,人家越来越喜欢你了呢,一边撒着娇,方方老师一边抬起手,又搂住了我的脖子,娇滴滴地凑上红唇。 他,我抬手一个嘴巴子,破口大骂道,女人,你入戏太深了吧,真当我那么好骗。 我跟秦浪二十几年的兄弟,你觉得我会信你不信他? 呜呜,挨了一巴掌之后,方方老师不再伪装,搂着我大哭道,对不起,康哥,我错了,对不起,是我鬼迷心窍,我知道错了,求你饶了我吧,真的,只要你饶了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说着话,方方老师再一次冲我泡昧眼,还要扯浴巾,这可给我恶心坏了。 不过,不等我动手,浪哥带着几个警察冲了进来,询问一番之后,全部靠了起来。 而我和浪哥,也跟着做了一份笔录,这件事并没有那么复杂,浪哥加方方老师,确实是有想法。 可是,浪哥没有疯到去TUJ他,反而是方方老师,一直主动撩媚他。 之后的事情,和我的情况差不多,他还没等下手呢,就被胖揍了一顿。 拍视频,威胁,敲诈。 警察赶来之后,在楼下光头的车里,也发现了之前的十万现金。 认证物证据在,再加上我那一份录音,方方老师他们想狡辩都不行。 而且,按照之后的调查,他们这个团伙,一共四个人。 专挑中年男士下手,在浪哥之前,就有三位家长上当了,涉案金额高达近百万。 因此,经调查审判之后,方方老师为主犯,依法判刑九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五万万。 而光头三个人,也分别获行五年到八年半不等,并处罚金三万到十万不等。 之后的一段时间,每一次路过楼下,我的脑海中,还是会偶尔浮现方方老师的温柔矜持。 不得不承认,长相甜美,温柔矜持的女人,对于大部分中年男士来说,确实有着不可抵挡的诱惑力。 可是,谁又能想得到,温柔甜美的外表,有时候也是一种致命的诱惑。 经此一世之后,最大的收获是浪哥幡然醒悟,多次向弟妹保证,不再沾花惹草。 好了,今天故事分享到这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